上节课呢 我们把点赞的云函数 我们去实现了 那么这节课 我们去给它的客户端部分 客户端逻辑 我们去实现一下 那么它的逻辑呢 跟关注 其实没有是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直接找到这部分的内容 那我们在下面 这里呢 我们去直接给它 添加一个click事件 那我们叫thim thimpleup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入一个文章ID 就是fromdata.id 我们把文章ID 传给这个实践 这个实践呢 我们去下面给它注册一下 我们来到这里 method里面 我们去把点赞注册一下 我们这里是点赞 然后呢 这里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文章ID 然后呢 来到下面 我们去声明一下我们的API 那API呢 其实我们还没有去给它注册 那么我们先写一下 叫setupdate simb 那我们去把我们的API 给它写一下 API呢 在list下面 我们export update 去写我们的云函数的名字 我们叫simb up 等于一个监头函数 然后return 我们直接把上面的内容 我们给它靠下来 ur呢 就是我们的update simpleup 然后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我们this.dollarapi update assembleup 然后点 then 给我们返回 同样呢 我们这里去把我们的articleID 我们传给它 我们从这里去获取到 获取到之后呢 跟上面关注一样 去执行之前 我们先show showloading 传功之后呢 我们再去隐藏headloading 然后uni.show 然后toast 我们去提示一下title title呢 直接使用res.msg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去写点赞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信息给返回回来了 两个不同的信息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 title呢 去显示我们的文字就可以 那么我们通过哪个状态去判断当前我们的点赞 成功以否呢 就是显示我们的按钮 这个按钮呢 我们是空心的 还是实心的 就是我们有没有点过赞 那么回到我们的getDetail里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下面呢 有个isSymbolUp 通过这个字段来去判断 那么就是fromData. 那如果它是true的话 就给它去显示我们的一个实心的按钮 实心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加一个field 那否则的话 显示正常的空线按钮就可以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显示我们的点赞按钮了 回到Chrome控制台 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这里报错呢 fromData is defined 那我这里应该是大写 保存 然后再回到空置台 这样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按钮呢 就已经点赞过了 然后我们的事件呢 其实还没有去写我们相应的逻辑 我们把逻辑去给它实现上 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去调用谁呢 我们调用this.setupdata.symb 然后把articleID我们传给它 传给它之后我们还差一步 我们回到这个方法里 就是在我们成功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this.fromdata.symb 我们应该给它改成true 对吧 然后成功之后让我们的按钮呢 变成实心 那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我们的这个赞呢 去给它加1 而我们看这个赞 这个字段它是什么 我们来回到上面 我们去找一下赞 symb.up.count 我们去改这个字段 我们让它加1 其实就可以 那回到这里 我们就this.fromdata.symb.up.count 然后加加 那么我们只是让这个字段去加1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接口里面的数据呢 它是没有加1的 所以我们要去处理一下 数据接口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云含数里面 这里 我们去更新一下我们的article abit.db.collection 我们要去更新谁呢 article 我们去更新文章表 更新文章表 我们找到这里的哪个文章呢 当前我们去点赞的这个文章 找到之后 我们点update 然后我们再去更新 symb.up.count 我们去更新这个字段 那怎么更新呢 我们使用dbcmd.com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inc的一个操作符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1就行 inc呢 它也是一个原子操作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去减少 减少一次请求 就直接给我们加1了 当前的数字去给它 在它的基础上去给它加1 这样的话 我们去上传 上传部署一下我们的云含数 上传完成之后 我们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 我们去操作一下 看我们的内容对不对 我们给这个文章去点了赞之后 我们去换一个文章 我们点击第二个 我们直接在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去点赞 当前赞呢 是1 然后我们点赞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点赞 然后点赞成功 同时呢 上面赞变成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点赞操作 点赞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收藏 当前我们的文章呢 是没有收藏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收藏 收藏成功之后 我们返回列表 可以看到我们第二个文章呢 就是我们刚刚在收藏的这个文章 它的图标 其实并没有变成收藏的形状 所以我们在 我们的详情里面 去收藏成功之后呢 我们要通知我们的首页 去发生一个变化 把它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怎么做呢 首先在Home Detail里面 我们找到我们去收藏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 我们收藏之后 使用一个 unit.dollar emit 在我们讲标签页管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讲过自定义事件 可以去通知其他页面 我们去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呢 update article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list里面 去给它更新 我们到comptons下面 找到list list里面 list will 去在这里面更新 我们怎么去监听呢 使用unit.dollar on 然后update article 然后我们去 接收一个 限度函数 这里面 再去执行一个什么内容呢 执行这个内容 我们重新去获取一下get list 我们重新获取数据 获取哪个数据呢 当前我们的active index 显示的是第几项 我们就去更新哪里的数据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 具体的试一下 那现在第二个 我们已经去收藏成功了 所以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取消收藏 取消收藏之后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给我们报了好多错误 这个错误呢 是说我们的k重复 那为什么k会重复呢 因为我们的首页呢 会有一个上拉加载 上拉加载呢 当我们去重新 去请求数据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get list里面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会给我们之前的数据呢 去追加内容 去追加内容的时候呢 之前的k是已经存在了 相当于在我们当前的页面 再给它去增加了一些内容 相当于它进行了一个 上拉加载的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 会给我们报k重复 所以我们需要去给它处理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 回到我们的create里面 把这两个内容呢 我们给它复制下来 把所有的数据呢 跟我们的一个页面数据 我们全都给它清空掉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击收藏 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就已经不报错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首页 那么我们把收藏呢 我们再给它取消掉 取消收藏 回到这里 可以看到呢 收藏已经取消了 包括第一个 我们也给它取消收藏 然后返回页面 这里呢 收藏也已经没有问题了 以上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 详情页面的一个收藏 和我们的一个点赞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关注的内容 中文字幕提供